国民党到底有没有针对蔡英文进行跟接呢 尽管相关单位极力否认 但是民进党却紧咬不放 律师徐国勇自称有深喉咙向他爆料 说调查局设有一个安平顺专案 专门锁定的就是蔡英文在进行勤搜 徐国勇还说上个礼拜媒体报道 蔡英文遭到非法勤搜曝光之后 调查局长立刻下令 要调查局内部全面销毁相关的文件 但是调查局今天澄清绝无此事 双方依旧是各说各话 民进党律师徐国勇痛批 调查局设立安平顺专案 专门锁定蔡英文行踪 如果是蔡英文的情知 分数比较高 可以计功可以加奖 徐国勇说有声喉咙下他爆料 当媒体揭露蔡英文遭跟间消息曝光后 调查局立即销毁市政 还传出要求相关当事人封口 这到相关人等相关当事人 包括当事人在内都会说 不是我泄密的 所以您朋友又告诉透露说 他也有受到一些压力 当然有啊 调查局长张继平出来讲 你有没有下令销毁 这一些相关的文书 但是调查局一概否认有安平顺专案 国民党立委也要求民进党拿出证据 陈英主不是也有人爆料吗 爆料没有关系 证据拿出来 国民党的回应全是口水 明明公文上有28个名字 如果要自清 为何不敢让这些调查员出来说清楚 难道监听在野党主席的罪名 还不够国民党和调查局认真回应吗 一天是综合报道